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他的攻击 但我不在乎 谭德赛尽管表示不在乎不发言过程相当激动 根据了这中央社报道 我方驻欧盟代表就算了曾后人在接受了中央社访问之后回应说 表示这是谭德赛凭空捏造的恶意指控 无论在社群媒体或是正式新闻搞上头 外交部长吴钊燮从来没有针对谭德赛做过任何的人事攻击 台湾政府也从来没有对他发动过言论攻势 谭德赛所言毫无根据 是凭空捏造的恶意指控 不值得国际重视 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民众旅游计划 很多人把出国旅游转为国内消费 导致清明节连续的假期 全台各个景区爆出了人潮 逼得政府发出了细胞警讯 提醒民众要注意防疫 为了防范五一劳动节再度出现相同状况 招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 打算将各个景区分为警告点 行动点 管制点 等三级管制措施 而且限制游乐园门票只能够卖一半 让游客保持社交距离 根据了解 这项因应廉价的人潮管制指引 近日将会正式胜利公告 震荡起伏 透过定期定额 长期投资基金分散风险 一步一步为你累积财富 吸手抗震荡 定期定额共成长基富通 我是黑佳佳 比飞多 陪我一起长大 哇 比飞多不只是一罐饮料 是陪我追梦的酸甜伙伴 长大正好 我以比飞多 武汉终于解除长达两个半月的封城 但对于滞留的台湾人 返乡之路依然艰辛 在没有办法使用健康码的状况之下 他们如果要便利出行的话 需要四种纸板健康证明才行 除了没有健康码 如果要辗转到上海再返回台湾 还会再被隔离 更关键的是 因为就遭到了台湾移民署的助记 他们连买机票都会遭到航空公司拒绝 最新的消息为你插坡 为你整理全球最新的疫情状况 目前根据了包括CNN等各国媒体报导统计 全球确诊人数已经超过了149万例了 感染新冠肺炎死亡人数超过了8.7万人 而最终疫区国家美国 目前确诊人数超过41万人 死亡人数超过了1.4万人 光是纽约州确诊病例就有14万例 已经超过了西班牙 另外在英国方面 过去24小时死亡人数 打到938例再度刷新记录 法国单日死亡也超过500例 将会第二度延长全国的封锁命令 至于刚刚发布的紧急命令的日本 单日确诊人数503例 不断是第一次单日案例超过了500例 也同样冲下新高记录 以上是目前我们讲的最新疫情讯息 先提供给您 好的我们来关注 川普总统针对了疫情谈话 常常很随信 他想到哪边就讲到哪边 而民主党是拿他的疫情简报上的语录 做成了广告 攻击他根本不适任总统 来看华府特派为您整理的世界大事 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药局每天服务买药跟排队买口罩的人潮很多 为了降低这感染的风险 药师工会全联会计划要超勤部署 理事长黄金炫建议药局在柜台装设塑胶部当遮罩 而且北市药师工会社区 就是药局委员会主委则认为 政府应该要规定买口罩排队 跟进药局要强制戴口罩 要客风鞋 客风鞋含有海胆自武家 发烧咳嗽 喝了快又有效 叫人的客风鞋 辣对眼才能天长地久 辣椒先生老萧拌面 新品煞事超好吃的 我是影秀 赶快先看看外头的温度咯 目前开始天色慢慢露出的曙光了 不过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跟我一样早起 这个时候准备要上班上课的话 特别注意的是 东北季风还是持续影响我们台湾 尤其迎风面 包括北部东部今天云多 而且雨势也会增加 你看外头天气阴阴的 好 目前透过卫星冰图 赶快带你来了解 今天一大早天气的状况 今天一大早清晨 包括了基隆的北海岸地区 以及这北部的山区 都会有雨 还有宜兰水气也会明显地增加 局部短暂震雨都会发生 所以特别提醒 包括了基隆北部山区 还有宜兰地区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一大早出门 记得带伞再出去咯 好 另外定量降水预报图 同步来关心的部分 来看到是 来看到是今天白天的部分下雨 几乎都是在东半部地区 包括了宜兰花莲 这个花东地区 今天的雨势在白天的部分 明德会比较明显感受到 因为迎风面的关系 好 到了晚上 同样也是在迎风面地区 也一样会有雨势 所以特别提醒大家 早一点点出门 今天一大早 这些地方的观众朋友 可能都会觉得 雨区行车比较有点塞车 提早出门 比较安全 不要迟到 另外还要来看到是 地面天气图 同步来关系 东北气风影响 不止迎风面会有雨 其实今天早上跟清晨 温度都是偏凉一些些 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被白天的高温 24度到22 大概上看24度 其他地区的高温 有些地方甚至上看到29度 好 另外还要来看到是 天气便离天了 今天的天气正典 为您做整理了 今天注意的就是 迎风面 云比较多 而且雨势也会有 记得带伞 还有基隆北海岸 小心会有突发性大浪发生 如果你要去沿岸活动 或者是行船的话 特别特别注意啊 自身的安全了 另外中南部阳光会露脸哦 多云道晴 天气稳定 把握机会可以出去走走 以上是这一节 最新的气象资讯提供给您哦 谢谢台北市的新医区夜店 先前受到新冠肺炎 疫情想宣布暂停 业两个礼拜 有夜店恢复营业之后 现场的民众呢 现在还是寥寥可数 最新的消息 我们时间连线陈一如 公布了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昨晚传出其中 这位呢案例是台北某知名酒店的女公关 而且呢疑似在出现症状前后 都还有去上班 对此呢北市政府呢复发颜点 表示任何确诊的案例 北市府都会配合中央作业标准 除了呢协助疫调之外 也会针对接触者后续之居家隔离进行协助 对于呢他也说该做的一定会做 该消毒的也会派人来消毒 我要另外来关心又新增这一例呢 无感染源的本土病例了 张亚平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在昨天公布了新增三起的确诊个案当中 其中案379是本土个案 来关心这个30多岁女性没有上班 字数平常都待在家里头 只有偶尔走路去购物中心才买家用品 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暴露的可能性 因为暂时找不到明确的感染源 引发有力 来关心疫情指挥中心宣布新增三例的确诊 其中这一例啊本土病例就是住在北部的女性 她发烧而且呢流鼻水有轻症 不过她是没有上班的 平时人都在家里头生活很单纯 只有偶尔才会呢出门采买去确诊了 目前感染源还是找不到 到底会不会公布这足迹呢 指挥中心说 由于这位女性本身呢患有疾病 疫调困难 证实找不到感染源 足迹还在确认当中 传出了坏消息 待日死亡的人数呢779人已经连续两天创下新高记录 纽约有四个累计死亡人数超过6200人超过当年911恐怖攻击死亡总数的一倍多 因此呢州长古墨也在记者会当中提到了911 光是纽约州目前确诊的案例超过14万里 也已经超越了西班牙还有益藏力 目前全球疫情第二以及第三严重的国家 而州长古墨也强调了 因为社交距离发挥了效用 因此疫情的曲线似乎已经平稳 不过根据路透社观察 这纽约州的疫情如此的严重 还是有很多民众出门跑步运动 好 这一回纽约真的好惨 纽约医师自拍了影片记录工作内容 因为确诊病例暴增 不止病房是不够用 连急诊室里头都挤满病患 也因为他一天有12个小时 都待在极高风险的工作环境 因此他也很害怕 17个月大的女儿会受到感染 决定跟区里分两地来居住 台中高雄三处的机场想要离境 最后被机关署的人员拦下 强制集中检疫 搭乘了防疫计程车途中 还破坏了车内的隔离设施 呛下说要一起同归于尽 甚至拿了木杀来袭警 当场被盛号逮捕 最后开罚100万 新冠肺炎前秋延收 政府寄出了1兆500亿元 作为纾困振兴预算 在税务的协助部分 这次新增国有土地降低租金两成 以及主动提前退税 2019年纵所税结算宣报 第一批退税提前到今年6月30号 预估适用就是294万户 总退税的金额一共455亿元 高部针对了大型主题游乐园 订定了防疫安全承载量分析应变行动方案 还有停车场的管制 一旦就是收费停车场停车数达到了50% 将管制车辆的进驻 对此利保乐园表示了 疫情爆发到现在 业绩大幅衰退了70% 不敢期待无一廉价游客能到50% 能够守住20%就要偷向了 台湾确诊的案例陆续传出本土个案 6号还有这个幼儿园 因为出现了确诊恶案停课两个礼拜 防堵病毒之后有效盐 使用的是维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运用机器来喷洒 不会受限高度角度 而水物状的维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比较温和不刺激皮肤 校长说消毒也可以创造无毒的效盐 小朋友就算爱摸来摸去 也不会受到影响 最知名盗版网站冯林网 是不少网友才在法律的灰色地带 来追剧的网站 不过网站所提供的都是盗版的影片 从去年11月开始 美国评商跟日本电视台陆续的跨海来提告 清选金额超过10亿元 警方扩大追查 在桃园逮捕两位的嫌半 居然是台大理工科硕士班的好朋友 而查封网站 冻结两个人资产6千多万元 其实8号因为违反了著作权 把遭到刑事局的查封 在封林网遭到了这个查封之后 流量第三名的 这也无预警的关闭 网站入口大大写着 谢谢迷剧们 希望后会有期